美股會不會還有多一個利好因素呢? 就是看到路透報道說美國企業削減派息的幅度沒有預期那麼大 根據標普Dokings的數據 看到標普500指數成份股的企業 看到他們在2020年的股息派發減少2%左右 好過預期的一成 如果單計第二季來說 削減或停止派發超過400億美元固息 就是2009年以來最大的單一季減幅 說真的上半年或第二季 疫情影響之下 企業減少盈利甚至要虧錢 你減派息都看起來合理 如果拉闊全年來看 好像仍然要按鈣 我想其實還要看下一季 因為始終整個疫情的影響 都真的未完全反映在企業營利上 但始終放水在這裏 對於大家來說 一以往都會做回購 令股東可以收益 而股息也是同樣的道理 還有我想你剛才說 會否說股息減少沒有那麼多 會否是另外市場推動的因素 我想市場也有一定的價格 因為你看到標普利率的期貨 即是派息的期貨 其實按年跌了8% 但標普跌了3% 其實又不是差很遠 因為在三月尾的時候 兩者之間的差距很大 因為大家本身擔心 即是說企業完全要虧錢 甚至倒閉就拍不到息 所以如果這樣看法 究竟市場已經預期了這個影響 但始終投資者也希望有個穩定回報 始終股市有上下風險也相對大些 在比較之下 其實你看企業的股息 是否也算是給大家一個穩定的回報 因為如果把10年國債債息比較 其實你見企業派息也算穩定 這個只是與其 剛才Edison也說 這個也看回第三季的經濟情況 也看回第二、第三季的企業盈利情況 當然有些企業你也知道 基本上沒有錢賺也可以繼續派息 例如早前公佈了業績的Like 基本上也公佈了業績 是要虧錢的 但也繼續維持派息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要看清楚 究竟業績是否真的受損 只是維持派息 基本上這不代表真實的業績情況 另外一件事也要看回近期 投資者的偏老 是否很喜歡派息的股份 絕對不是 因為你見到 升得最多的指數 都是一些不太派息的行業類 或科技類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段時間 也未必真的看著派息做人 我想投資的選擇 繼續看著哪些行業 會受疫情減少一些 經濟能夠復甦得快 行業會受惠多些 反而有息派的行業 可能會落後都不足為奇 我想這個家庭觀眾都要留意 是的 因為如果大家看圖表 你見到拉回雲 成份股股息的稀率大概有兩厘左右 你十年賺息是0.5、0.6厘附近 也有一個距離 不過好像亂說 選行業都要選得對 因為大家沒有忘記 早前銀行股份被聯儲局限制派息 以及一些回購動作都限制了 這些可能大家要審慎一些 是很明顯的 因為似乎銀行業在整個疫情週期裏 都比較受慮少少 又不能夠派息 即不是單止美國 你看到英國早前已經有這樣的措施 加上聯儲局直接放錢給一些企業 令他們可以繼續生存 所以銀行業在這一輪的疫情下 我想都是比較大的輸家 第一不能夠為股東帶來任何收益 第二就是自己本身的角色被聯儲局搶了一些 所以我想大家在這樣的環境下 銀行股都是需要避免的 你看到有一些股份 例如零售、醫療等等 個別是提高派息 不過都好像剛才文說 提高派息不等於經營狀況 一定很理想 是的 沒錯 所以大家都要看清楚 在這個狀況下 大家在疫情下的背景下 投資取代希望跌有一個怎樣的回報 節目時間都來到這裡 星期五是美國假期 我們下星期節目再見 好 совершенно 美女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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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